6月13號晚 新政府宣誓就職 總理由貝內特擔任 一時間貝內特走向了 國內外輿論的中心 現年49歲的貝內特 從政前曾在以色列軍隊服役 後來成為高科技企業家 2005年他以1.45億美元的價格 賣掉自己的技術初創企業 隨後進入政界 他曾與內塔尼亞湖保持良好關係 媒體稱其為 內塔尼亞湖的密友與門徒 2006至2008年 貝內特出任內塔尼亞湖的幕僚長 但之後兩人產生分析 貝內特轉而加入 立場保守的猶太人家園黨 2013年進入國會 儘管有分析 貝內特仍獲得內塔尼亞湖信任 2013年以後 貝內特在內塔尼亞湖領導的 多屆聯合政府中擔任經濟部長 教育部長 國防部長等職 2018年12月 貝內特成立新右翼黨 該黨後與猶太人家園黨 合併為統一右翼聯盟 今年5月底 在以色列無果而終的選舉 過去兩個月之後 貝內特與拉皮德結盟 為組建不可思議的 八黨聯盟鋪平倒路 貝內特的政治立場被認為 比內塔尼亞湖還右 趨於極右 他一直主張以色列吞併約旦和西漢 並反對兩國方案 貝內特我們知道 原本是內塔尼亞湖的忠實粉絲 親密戰友 他的幕僚 但是現在呢 他成為了一個站在針尖上的總領 我再問一下王晉 你給我們解讀一下 這一次的聯合政府之所以能夠成立 貝內特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為什麼他會擔當了這樣一個角色 因為貝內特是兩個陣營 就是咱們剛才說到的 挺內塔尼亞湖陣營 和反對內塔尼亞湖陣營當中 唯一一個存在的變量 他的政黨有七票 就是有七個議席 那麼如果挺內塔尼亞湖的陣營 包括內塔尼亞湖自己的利富德集團 加上那三個宗教黨加在一起 再加上貝內特的 那麼他就過半了 這個議席數就過半了 他就能上台執政 而反對內塔尼亞湖的議席 如果說缺了貝內特的這七個議席 他就沒辦法上台執政 所以說貝內特就成為了一個變量 而貝內特和內塔尼亞湖的關係 並不是不可修復的 因為從其他的兩個右翼政黨相比 利伯曼和內塔尼亞湖 已經從2019年開始就拒絕 一直拒絕不加入你的執政聯盟 所以這個基本上沒戲 拉利利伯曼基本沒戲 而薩阿所領導的這個新希望黨 他就是從利富德集團分過去的 在這次大選以後 內塔尼亞湖跟薩阿談過 但薩阿態度很堅決 我就是不加入 所以說只剩下 這個新右翼聯盟的貝內特 他如果要是決定加入 那很有可能就會成功 如果他要決定加入到 拉皮德的陣營 那就會拉皮德成功 隨後貝內特可能提高了自己的要價 比如說我要當總理 我雖然只有這個七個議席 現在就剩六個 但是我還要當總理 你答不答應 答應我就加入到你這個陣營裡面 結果被拉皮德所接受 他就最終成為大選 最大的贏家 最大的王者 那為什麼拉皮德會答應他呢 就是為了能夠聯合成功 因此他還願意 就讓你先當兩年總理 當了再說 拉皮德答應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拉皮德可能認為 如果失去這個機會 可能下一次的主動權會不一樣 另外一個方面 剛剛經歷過巴以激烈衝突 可能以色列民眾一看 原來安全議題還是很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優先考慮安全議題 可能又會把票投給內坦尼亞戶 你看這個拉皮德挺有意思的 自己其實明明已經由他來阻隔的 但是他願意把總理的位子讓出去 自己只擔任外交部長 伸到最上的柔軟 所以我剛才講了一點 就是這次選舉 特錄出來的另外一個信息 就是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這是反映出了拉皮德的個人的度量 這一次的妥協的局面 就造成了今天這樣的情侯 但是我也想知道 就是到底這個妥協 妥協的底線在哪裡 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也知道這個貝內特 他其實是比內坦尼亞戶更有益一些 反對巴勒斯坦建國 贊成和佔領吞併 這個約旦和西安的大部分地區 那比內坦尼亞戶還要再極端一點 那在未來他在任的這兩年裡 他有可能在這一點上走得更遠嗎 可能他內心真的想 就像袁老師說的 因為貝內特的統一 這個新右翼聯盟 他的絕大部分的選民 是來自於約旦和西安 和東耶路撒冷的猶太定居者 是這些人 絕大部分是這些人給他投票 所以他未來的政策 一定要穩住這些選民 這是他的政策的根本 但是話說回來 如果他強力地 再推這些鼓勵性的政策 那很抱歉 可能這個阿拉伯政黨就退出去了 這個政府就垮台 他自己連總理就當不了了 所以這是他需要去 仔細平衡的一個策略 好 再來問一個問題 趙怡 那個我們看到 在這一次的這個八大園裡面 有議員是很特別的拉姆黨 可能他就很難想像 在以色列上也從來沒有說 一個阿拉伯的政黨 能夠進入執政聯盟 雖然這個阿拉伯的人口 在以色列是要占到了21% 也應該有 理所當然應該有自己的 一個發聲的渠道 但是這作為一個黨派 加入執政聯盟還是第一次 那它到底代表著怎樣的 歷史性的圖 其實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部分的阿拉伯人 沒有說隨著逃亡的 巴勒斯坦的民眾的主體 到了周邊的鄰近的國家 他們是選擇留在以色列 所以從1948年的10萬 他們已經是發展到了 差不多150萬到170萬之間 人口 對 人口 那現在的話 他們是在整一個 以色列國會120個席位當中 他們是常年能夠占到 12到15個席位 也就是說10%到134%左右 現在以色列的政壇的話 是有兩個阿拉伯黨 一個是這一次沒有參與的 阿拉伯聯合黨 然後還有就是 這一次參與的拉姆黨 阿拉伯政黨的話 其實一直以來 它採取的態度 就是說我要在國會當中 佔據席位 但是我並不參與聯合組閣 那這一次的話 其實拉姆黨的阿巴斯 他能夠答應拉皮特 和貝內特的邀請 加入到政黨裡面的話 一方面是貝內特和拉比德 非常缺選票 然後另外一方面 其實也是因為阿巴斯的話 他也想通過參與 聯合政府的這個方式 來提升自己在 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影響力 其實又回到 趙老師這兒的妥協的意思 因為按說你看這個貝內特 是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 但是拉姆黨 顯然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 所以阿巴斯這次說 他說達成協議非常重要 聯合組閣當中 很多內容對阿拉伯社會有利 他的這一步妥協 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態當中 代表著什麼 就是說以色列這個政府 會慢慢趨於緩和 或者說慢慢趨於理性 也就是說您覺得 將來的政治極化的現象會緩和 會緩和一些 因為這一屆聯合政府的組成 那麼就要看 就是這一屆聯合政府能不能撐下去 能夠撐多久 會不會成為一個轉折點 如果成為一個短命的政府 半年一年下台了 內塔尼亞湖重新捲土重來 那麼我覺得這個形勢是不會捏轉的 如果它能夠撐下去 那麼會成為一個新的轉折點的話 我想這個形勢會有所捏轉 剛才趙老師也提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您覺得以色列的這個政壇的 極化現象會通過這一屆的 這個聯合組合會得到緩和 但是我記得好像有不同的意見是 王靖覺得反而會極化更加強 為什麼呢 這個我可能會更悲觀 我可能就覺得幾個月 這個政府就垮台掉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政府一旦碰到 外交議題和政治議題 它內部的這種分歧就馬上顯現出來 因為以色列 因為當前的這一屆政府的 咱們也說到它的政治光譜太分散了 而且任何一點點的小事情分歧 都有可能導致其中一個政黨跳出來說 我要退出這一屆政府 它一旦退出這一屆政府 這個政府就垮台掉了 它沒有辦法過60個議席以上的議席 所以說它就政府就垮台掉了 因此這個政府的基礎是非常非常弱的 包括說它比如說未來會討論 必然會討論以色列國家未來建設 給哪個部門錢多 哪個部門錢少 這些錢投到哪些領域 是不是要加強對阿拉伯人的投入 加強對阿拉伯人的投入 會不會削弱以色列國家猶太屬性 這些都馬上會演變成政治議題 所以說我覺得 可能從當前的形勢來看 可能新政府的挑戰 還是要大於它的機遇 它恐怕還要更多的 有謹慎的去處理 好 讓我們來往前看 新政府會遇到哪些挑戰 而新政府 比如說現任總理貝內特 他在內塔尼亞戶身邊工作多年 作為他的親密助手 身上帶有他非常強烈的印記 但是我們也知道 佩內特是一個70後的新生代的政治人物 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 難道他不想 也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嗎 如果他想的話 他會先做什麼呢 我覺得他不是擺脫內塔尼亞戶的影響問題 而是他如何處理一個新的自我的問題 那麼一個新的自我的問題 他首先要確立的就是要去政治計劃 我估計他也是自己考慮過的 因為他當選以後 他馬上表了一個態 他要對在巴勒斯坦問題上 對西安人問題上 他要不要像過去那麼接近 也就是說把他曾經說過的那些話 翻轉過來了 對 而且他自己也權衡過的 他本來的選民 他的政治基礎 是揭右的 揭右的猶太人 就是比利庫德集團還要有 那麼這個數量是更少 所以他算過這個戰以後 他必須要輸入一個新的形象 我估計 而且他必須要擺脫揭右的面目 向中間回歸 不然的話他的政治合作勢力 就是擁有未來黨 還有其他一些種族勢力 也不能夠和他合作 我估計這是他今後的出入 我覺得這個趙老師算得很準 貝奈特他在這個 這個月的13號的時候 他就發表了一個 第一屆的新政府的會議上 他就表示說要彌補 彌合民眾之間的裂橫 使國家重返運轉 把他作為他執政的首要的議題 而且他表示說 為了確保意識形態多元化政府的成功 必須保持克制和溫和 他會減少尋求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嗎 我覺得這是他必須的 就是從首先來說 從個人來說 我很喜歡貝奈特 在我看來他很靈活 然後也很果敢 有時候敢於去挑戰一些 他不認同的 或者說他忽然發現 就是很難去達到的事情 他還敢於去做 其實我想增加的這個觀點是什麼呢 貝奈特為什麼是由貝奈特先當總理 然後之後第二個輪換才是拉皮德 並不是因為拉皮德 他有多麼的高峰亮節 而是因為貝奈特 他所處的一個介於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 和剛才我提到的三個猶太宗教政黨之間的 兩者之間的政治觀點的 這樣的一個政黨的話 只有由貝奈特來先當總理 才能夠減少新政府 就是來自於三個在野的 猶太宗教政黨的壓力 同時的話 只有貝奈特他作為一個年和季 他作為第一任兩年期限的總理 才能夠讓拉皮德 和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個新希望黨 還有利伯曼的猶太家園黨 讓他們能夠坐下來 一起聯合組閣 所以他成為了一個關鍵人物 他必須要先當總理 所以我對於他的話 我個人是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就是說我相信他能夠堅持 一年或者是以上 我還想看另外一個角度 因為我們也知道內塔尼亞胡 是非常善於用外部矛盾 來轉移內部矛盾的 那麼現在貝奈特上台之後呢 新的政府也是說要把內部矛盾 國內問題 預算問題也好 經濟問題 疫情問題等等作為一個重點的解決 那麼是不是也就意味著外部接下來不會有太大的動作呢 我覺得應該是的 因為現在面對這個新的聯合政府來說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考驗 我覺得他們現在比較理智的辦法 就是稍微離這些最敏感的問題 稍微保持一點距離 而國內 國內呼聲最強的一些問題 國家飛帳 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的一些矛盾 就業問題等等 這個生活水平的這個長期停止不前這些問題 可能比外部外交問題還要緊迫 可能更關係到他們的選票 好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把重點放在解決國內問題 而把那個外交問題稍微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們其實也看到這個新的這屆聯合政府 拉皮德 貝納特的這個政府 也已經得到了這個拜登政府的支持和默許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著說 一個看似比較脆弱的 也多元的這樣一個聯合執政政府 反而是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至少在美國在推進它的這個中東的政策的時候 遇到的阻力會比較小 不用太顧及它的以色列好朋友 我非常贊同您的這個觀點 就是說那個美國的拜登政府的話 幾乎是迫不及待的在第一時間就向那個 热烈祝賀 發了這個就是說是這個祝賀信 祝賀他當選那個以色列的這個總理 我們反觀在這個今年年初1月20號的時候 當那個就是說是內塔尼亞胡 這個首先是向剛下台的這個特朗普 表示了感謝的這個非常長的感謝信之外呢 同時的話他也是向拜登這個發出了感謝信 但這個得到拜登回復的話是三個星期以後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能夠看出來就是拜登 他對於這個內塔尼亞胡是非常不感冒的 他對於內塔尼亞胡這個在09年10年 那個時候和這個奧巴馬之間的這種非常僵硬的 甚至是非常給美國不留情面的這個關係呢 是記憾在心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新政府上台以後 可能會和以前內塔尼亞胡上台 在台上的時候 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會換一個個 因為我剛才講的就是 內塔尼亞胡當了十幾年的總理 他在國內很強勢 在國際上照樣強勢 他對美國也是這樣 內塔尼亞胡是主角 我是主持人 你是配角 你要配合我 那麼特朗普實際上也很好地做了配角 你要什麼樣的要求我都滿足你 那麼具體我就不再說了 那麼現在新政府上台了以後呢 這個位置會換過來 美國將會出於主導地位 而以色列政府將出於一種配合的狀態 所以對美國來說這是件好事情 而且對美國來說 可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而且不至於像內塔尼亞胡時代 把很多事情搞得非常的僵 沒有迴旋的餘地 那未來的這個聯合執政政府的 假定他們有四年的時候 那麼這個中東格局 還會有哪些的變化發生呢 各位可以預判一下 未來的中東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可能還是會以比如說伊朗 為一個很重要的力量級 那麼阿拉伯世界會以可能沙特任何位牽頭 但沙特的硬實力不足 那麼需要來尋求其他的力量來補強 那麼這個時候可能會和以色列走近 那麼圖吉斯同時 土耳其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級 那麼也會繼續在 包括在巴以問題上 或者其他地區熱點問題上 發生發揮一個很大的作用 所以在未來可能還是會處在一個 繼續變化 繼續這種動盪的一個狀態 謝謝王金 趙怡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想從經濟角度來看一下 就是中東接下來的這個變化 首先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新冠疫情期間的話 對於整個中東各個國家的經濟 它的打擊是雙重的 第一重打擊就是這個低優價的這個打擊 以及那個這個 疫情常態下的這個連續的這種封鎖 給他們的這個工業的這個多元化 造成的這種嚴重打擊 這雙重打擊的這種打壓之下的話 可能會讓沙特 阿聯酋 卡達爾 這個巴林的海灣六國 海灣六個產業國 他們的這種政治的這種外溢的力量 會進一步的下降 也就是說是除了他們所關心的那個 伊朗的這個核問題之外呢 其他的議題他們的這個關心的程度 會越來越低 我個人判斷就是說 巴勒斯坦問題會進一步變用化 幾乎沒得救 我覺得兩點 第一點就是中東的格局 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第二點就是中東的矛盾衝突 或者說中東局勢會有所緩和 那麼以後就在巴以問題上 在伊朗核問題上面 這些中東那些核心問題上面 包括和伊朗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 鬥爭問題上 我覺得出於主導地位的還將是美國 繼續是美國主導 而以色列呢會比較積極的配合 但是整個中東的格局 短時間內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當然這個前提就是這個聯合政府存在下去 如果聯合政府垮台 內塔尼亞胡再重新上台 或者比內塔尼亞胡更接近的右翼 重新上台 那將是另外一副模樣 在這次組合的過程當中 貝尼特是直接喊話內塔尼亞胡說 放過以色列吧 不要留下一片焦土 這其中其實也隱隱地表達出了 對內塔尼亞胡的某種的恐懼 因為內塔尼亞胡的存在 也確實讓以色列未來的證據 還充滿了變數 好 感謝三位嘉賓 也感謝電視機前朋友們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 再會